艺人蒙家慧10月31日 现身香港将军奥邵氏影城出席主演的剧集 《飞虎之雷霆极战》记者会 很久没见到蒙家慧出来拍剧 大家都怕他会不习惯 对此他则透露 其实因为在过去两年间腿部受了伤 现在伤势已经好了 只要努力做运动 慢慢将体重减下去就没有问题 其实我一直没有停去拍戏 但是可能感觉时间比较早一点 因为中间我好 应该算是不信愿吧 就是去滑雪的时候 我就伤了左腿 然后上一年 上一年我就在打羽毛球的时候 这个球场太滑了 然后我要滑倒 然后就伤了右腿 然后我就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 才慢慢把身体 两个腿弄好 其实现在才最近 差不多最近一个星期吧 才把我的高跟鞋 拉出来圈 所以我觉得 就应该是这个原因 给你们的感觉 就好像很久没有开工吧 另外 这次蒙家慧和苗乔伟的对手戏比较多 他表示三个在拍摄时很照顾他 很绅士也很细心 而酬劳方面 自己就没有太在意 最主要是现在对拍戏 还有很大的兴趣 但是中间我也要去学一点东西 就比如说我去学义语 但是我发现我的性格 真的不是太适合去读书 因为我 我人生的第一条白头发 就是这样出来的 就是有一次考试之前 我就发现我的白头发 已经出了一条 然后我就发现 我真的不是太适合 有压力去读书 还是放轻松慢慢学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 我上一次学东西的时候 我就只要学就好了 我不会再参加任何的考试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